988聚焦东盟 早安 我是Stephanie舒婷 这个时间点大部分的人都开始为工作打拼忙碌了吧 我们在职场上总是要求男女平等 不过这个诉求恐怕要用上很长的时间了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日前发布的 2019年世界男女平等排名报告书 在153个国家中 冰岛连续11年获选男女职场最平等的国家 紧接着是挪威 芬兰 瑞典 而日本排在第121名 在发达国家中排名最后 那报告说要完全消除职场性别的差距 必须要花上257年的时间 这比去年分析的202年高 这也就是说不平等的情况 这也就是说不平等的情况恶化了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 在亚洲国家中表现最亮眼的是 菲律宾排在第16 其他东南亚国家方面 新加坡排在第54 印尼在85 越南87 柬埔寨在89 而我国马来西亚排在第104名 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菲律宾凭什么排在亚洲第一吧 那事实上呢 菲律宾一直以来都有尊重女性的传统 她们对妇女尤其是母亲表现出极大的敬意 女性可以拥有或者是继承家庭的财产 从事贸易活动 担任宗教领袖等等 而即便西班牙殖民者带来复系制度 但是她们尊重女性的传统 还是被保留下来了 而且呢 菲律宾从独立以来 就曾经选出两位女性总统 这在亚洲国家是非常少见的 那排阳榜出炉之后呢 菲律宾总统杜特蒂就说 政府将会努力实现男女之间的真正平等 并且承诺会给菲律宾的妇女应有的地位 好了 还有一个多月 就是农历新年了 大家都在准备买年货了 对不对 那对于新加坡人来说呢 如果要买到更便宜的年货 最好的地方就是越过新柔长堤 在新山购买年货了 可是塞车啊 没时间啊 没关系 自由业者呢 就看准了这个需求 通过新加坡的配对工作平台 iTask 就会有专人越近到新加坡 帮你买年货 比如排队买肉干啊 排队买年饼啊 还可以帮忙大扫除哦 那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 那代购者李龙广说 他的跑腿费介于46令吉到92令吉 他说由于新马两地的价格差距相当大 即便顾客付了一笔代购费之后呢 他们依然可以省下不少钱的 那还有啊 过年最怕什么 当然就是怕亲戚朋友追问你 什么时候脱单 什么时候要带男朋友 或者是女朋友见家长了 所以呢 这个平台其实还提供了租友服务 只需要每个小时20元新币 也就大约61令吉 就会有人陪你出席聚会了 让你既有面子 又能够省下应对亲朋好友的麻烦 那当然不一定是假扮男女朋友的 你也可以租一个朋友 听你诉苦 或者是陪你做运动等等 让你可以摆脱城市的寂寞 那另外呢 还有两个星期 就要迎接2020年的来临了 今年的跨年 你会去哪里呢 这里有好介绍哦 线上订房服务网购 Agoda公布了亚太地区 跨年最受欢迎的 目的地排行榜 泰国有三个城市挤进前十名 分别是排在第十的巴提亚 第七名的清迈 以及第三名的曼谷 这让泰国成为了亚太地区 上榜城市最多的国家 那么今年亚太区跨年夜 最受欢迎的目的地 是在哪里呢 答案就是东京 第二是在台北 而我国吉隆坡也有入榜哦 排在第九名 泰国那么受欢迎 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泰国旅游局 积极推广跨年活动 其中将会在全国六个二线城市 包括苏可泰 华富里 乐批等等 举办了神奇泰国 2020跨年倒计时活动 估计整个活动呢 将会创造流动资金 上亿泰铢的 好了 988聚焦东盟 跟你分享的新闻到这里 明天同样的时间 我们继续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